和這個男朋友分手 然後和初戀想說可以再續情緣 相遇之後 我發現這個男生 自癒之外 沒有自信才會這樣 還有劈腿的跡象 你先來跟我兒子交往 重慶以後我們全家的衣服 就要你洗了 好賣者 那麼賣家裡 爸爸說 初戀就是永遠 但是噩夢就從初戀開始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初戀 初戀之後長大之後 你大概會交到其他的男朋友 然後那時候我遇到一個 潤級婚嫁的男友 國中就遇到潤級婚嫁 沒有 就是之後 之後交接 初戀之後 對 初戀之後 出社會之後交到一個 潤級婚嫁的男朋友 但有一次我不小心在FB 和國中的初戀相遇了 於是我就和這個男朋友分手 然後和初戀想說可以再續情緣 相遇之後 我發現這個男生 異性緣 就是會不准我跟別的男生出去 控制慾 控制慾之外 沒有自信才會這樣 還有劈腿的跡象 就是在我們快結束的時候 就發現說 他有認識其他的女生 對 而且他的觀念認聞是 男生跟女生是沒有真正的友誼的 是有純友誼的 是嗎 當然 有人看一輩子 你一看我們 超友誼的 一輩子的好兄弟 而且甚至是家人 是品味的問題 嗨 品味不錯好不好 像自己的女兒 因為我認為男生跟女生是有純友誼的 但是當你認為沒有的話 你加別的女生就代表你心裡有鬼 他自己認為沒有 然後又加別的女生 代表根本你情同默認 對 然後後來他就會講說沒有沒有沒有 就分手後的兩個月 他就和這個女生去了巴黎島灣 很好啊 不是很好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有在 很好玩 我是說很好玩 巴黎島 真的是好玩嘛 巴黎島那邊很棒 好吃又好玩 對啊 當然 我覺得非常不應該 但是我覺得我初戀之後就是毀滅了 所以對於我婚姻跟愛情的觀念也會有所不同 其實我覺得像像大家講的 就是一開始女生其實都會有一個早婚 想要很早就結婚 想說小孩子就是長大的時候跟你一樣 尤其是那時候安世奈梅會 他大概出道20歲的時候21就結婚了 他兒子現在好大了 對 你就會覺得說很想要有那個狀況 然後那時候 我就是等於說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就進行黑社會嘛 我愛黑社會 然後後來之後 我那時候有一個交往五年長胖的男朋友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交往的時候 他就是去當兵 然後去當兵的時候 男生最害怕的就是沒有安全感 所以例如說他會說 他會打給我說 你就是錄完影之後你趕快回家啊 不要去哪裡什麼什麼的 鬥臉 對 我就會想說我一結束 我就會立馬回家 我會去玩一下都不行 然後 對 因為他那時候是他在西門町那邊附近 就是當兵 他就其實我覺得 這麼近也要緊張 對 他就運氣 我覺得算滿好 但那時候他就會一直說什麼 那個你可以來找我一下 因為我的那個長官想要喝那個 蘋果牛奶 可以請你幫我買這樣子 對 然後因為你就希望那個男朋友 在軍中可以過得好一點 所以我只要有空就會去 女朋友是玉兔耶 對啊 走路都有風 很拽耶 我就會去送飲料這樣子 然後那陣子都會跟我講說 就是 Baby 我今天就是禮拜五 大家都已經放假了 但是我的那個學長就叼我 所以我今天禮拜五不能回去 然後我就想說 Baby 真的很辛苦 這樣當兵又沒有辦法 然後後來久了久之 我就覺得說 他好像開始 打扮非常的花俏 然後 對我好像也不是很在意 然後有一次 我就想說 為什麼禮拜五的狀況 他都沒有辦法放假 然後好死不死 我們同期 就在我們黑社會當一個髮型師 他也在跟他 進了同一個地方當兵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有時候跟他講話 他都不怎麼理我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那個髮型師說 去套話 對 我就說 你們的那個 你們的那個部隊是不是都其實 學長都很刁難 這樣子 他就說 什麼 他比我早走 他四點就放假了 所以我跟你講 女生的第六感很準 對不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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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第六感真的準 對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就會去他家找他 那我按門一打開 哇 他頭髮已經洗頭好了 要出門了 要出門了 一兔 妳的看法 妳的看法怎麼樣 我自己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是還滿想要生小孩的 因為我們剛才有調 對 就聊到時候 不知道動軟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我覺得 生小孩這件事情 是你跟對方的價值觀 有沒有一樣 因為我那時候 就實際交往過一個男朋友 他就是一個很喜歡衝浪 然後不怕冷 就身體比較高溫的男生 然後因為女生都會很冷嘛 然後我就有一次好像就是 他就騎摩托車載我 然後其實大概還要 大概還要十分鐘會到他家 我就說下雨了 我可以去買個雨衣嗎 因為我好冷 然後他就說不用吧 都快到家了 太不體諒了 對 我就想說 不就買個雨衣 一個輕妹二三十塊 我就說我可以買 他就覺得很不耐煩 就會覺得那男生 可能不懂說 女生的身體寒的時候 是有多麼冷 我就跟他聊 聊一聊之後 我們就會聊到生小孩子 以後要怎麼教養的問題 他說我告訴你 以後下雨天 我一定要讓小孩子出去玩 我說下雨天 為什麼要讓小孩子出去玩 他說你就讓小孩子出去玩 然後淋雨之後 回來就泡一個熱水澡 他們的抵抗力就會非常的好 他說他們家裡面的小孩 都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是讀 我就是有點護理背景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小孩子的 你不只護理背景 你還有黑社會背景 有喔 嗚 嗚 有喔 這個是有道理的 在嗚什麼東西啊 然後因為我就說 因為小孩子的那個 你的體溫中速 你還沒有長好的時候 你很容易你發燒的時候 小孩子有些時候 可能你會燒壞 以後對身體不好 所以我們就因為這件事情 吵架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要認識這個男生 你想跟他生小孩 你除了教育的問題之外 再來婆媳問題 非常重要 沒錯 這是關鍵的 沒錯 那時候還有遇過一個 男朋友的媽媽 我覺得非常可怕的原因 是因為 那時候我第一次去這個男朋友家 然後他媽媽就是在第二天 他就跟我講說 他拿一個掃把給我 他說玉兔幹嘛 無婆 對 家裡都是 沒有啦 要起飛了 有車子 你如果要到 車子飛出去 你要到Seven去買東西 你騎著去 YOUHOO 小婆女 婆女宅急 擠擠 對啊 好可愛 送麵包 因為我就想 我想說為什麼拿一個掃把給我 他說 那個家裡都是妳的頭髮 我想說我不是就是演完 就是來你們家裡才兩次 怎麼會是 地上都有頭髮 然後他就說 你現在跟我兒子交往 重慶以後 我們全家的衣服就要你洗 太扯了吧 壓力這麼大 直接跟你講 對 交往有必要洗衣服 太扯了 你就跟你那個男朋友講 要結婚可以 父母 雙耍 我不能 好 粗 看 轉 開始 火 你看 會 家豪 妳要看人家沒禮貌 女兒 用磨的 不敢直視 女兒 剛剛的 女兒 女兒 不敢直視 女兒 女兒 來囉 腳踏 來囉 老娘親自送 對 我的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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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表 爆表 失聲救 應該是失聲救 沒錯 他最後一道在身上 一速 沒錯,失聲救 沒錯 一定有大招 一定有 肯定有失聲救 失聲救 失聲救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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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聲救 妳要從臉這邊下來才是性感病 我後面卸妝 那有什麼關係 來 再倒一杯 再倒一杯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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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